从常识上讲 假如太极 平易 八卦 甚至那三家 如果都张三峰创 他叫一个名完了呗 他叫那么些名干啥 这个明显就是传说 附会 搁到一块 那么至于他张三峰创的太极拳 现在呢有流传的 叫72世元世太极拳 就最开始的太极 有这个72世 这个72世传播范围很窄 远没有陈世 阳世 这几派太极传的广 你看 金融的小说里写 那叫 以探通路记里 太极出船柔克刚 当时呢 赵敏用卑脸的手段 派一个假少年和尚 暗算张三峰 把张三峰打出去 师父 这时候他带领大队人马 什么玄门二老 就杀上武当山 张三峰死不足心 要把自己刚悟到的太极拳 传说给弟子 给谁呢 只有一个财废的余代言在山上 那我传你吧 代言 你必须身负 传我生平之决一的重任 书里就这么写的 说张三峰 双手下垂 手指微松 然后双手抬起 抬起胸口 接着左掌内翻 对着脸 右掌外翻 你看 这个太极拳 这是不是张三峰原始太极拳 这现实当中原始太极拳 不占标 这是什么 这基本就是杨树太极拳 为啥金庸这么写呢 因为金庸在香港那个时候 杨露禅的这个 这个崇孙子 就是说他说杨成普的儿子 叫杨振明 定居在香港 所以杨氏太极在香港 右掌外很广 金庸见到这个不足为奇 所以所谓张三峰创太极这东西 金庸书里头写这段 也写的是后辈的杨氏太极 也跟张三峰没什么直接关系 等后来有人说 说张三峰 那不是太极拳宗师 其实这个好多家都不承认 而且太极拳 说张三峰是第一家创造的 跟现在很多太极派的这些 功法传承 完全是结合不上 而且我们再看 金庸的书里边非户爱传 里边也说到太极传承了 他不有个洪华会三当家 签对出来赵半山吗 说赵半山是南派太极 是浙江温州南派太极 还有一派直立广平府 北派太极 直立广平府哪呢 现在河北永连广埔城 杨禄禅吴宇乡 这两位宗师就这地方出来了 这是真事 但是说南派太极是金庸说错了 为啥呢 说怎么整温州去了 王宗岳太极拳论 里边曾经写到 就是王宗岳本人 他写太极拳 没有王宗岳 就没有太极拳这啥字 有张三峰的时候 还没有太极拳这几个字 到王宗岳明末的时候 才有太极拳 这个王宗岳传太极的时候 说温州有个叫陈周同的人 是他徒弟 金庸看到这儿就以为这温州 错了 古时候 河南温县 温县不有陈结沟吗 谁是太极拳那说 温县现在归交作馆 河南温县 古地名叫温州 金庸看到这儿明显 他也不知道 他以为这是浙江温州的 那边根本没太极拳 所以他写千辈如来赵半山 是浙江温州的 那是错的 温州是指 现在河南温县 就是陈世太极 陈结沟出了那地方 有人说 那我还值得武当七侠 都历史上真有其人吗 你看金庸书里写着 武当七侠 宋远桥 于连舟 于代言 张宋熙 张翠山 尹丽庭 陌生谷 武当七侠呢 有没有呢 武当七侠船是有的 可是他们跟张三峰的关系 不是大家想象那样 纯粹是毒关系 武当七侠里头 只有张松熙和张翠山 两个人 算张三峰入室弟子 那几位 人家都是有功夫的人 等于戴着衣 也不算投尸 就听得你 得你点教诲 这几个人 在武当山周边啊 就是寻名师的时候呢 碰到张松熙 张松熙张翠山 跟他们几个弄在一块 大概也就七八个人 不一定实际是七侠啊 一起上武当山 找张松熙张翠山的时候 张三峰 张三峰点拨他们功夫 后来这些人 这都已经失传了 倒是实实在在的 松熙 张松熙 留下了 张松熙后来呢 有一个松熙派 他有些功法 什么松熙六步拳呢 什么春秋刀啊 包括就是 《摄像王雄传》里写的 九云八字党 确实有这个 就类似鹰爪的功夫 这都属于松熙派 所以真实的传承是这场下 所以你看我说这些 你知道金庸 他其实是把他 从古代典籍里得到的片言之语 融合上自己的想象 里边难免有一些 他考证实误的地方 所以构造了这么一个 极为虚幻的武当 那么实际 为什么 现实当中的武当 各个权种 都一个劲的 要攀上张三峰 攀上那三家 太极八卦行义 这是因为现在武当 功法特别散 你看 严格意义上说 就说武当派这仨字 从哪年出现呢 1980年 1980年在山西 有一个全国武术交流官方大会 当时有位金子涛老先生 现场演绎了 叫太乙权 秦仆二三世 就这个开始 他在管这个 我们是武当派的人 这是我们武当派功夫 所以一开始武当派 在近代出现的时候 没有所谓太极 八卦 什么这些东西 现在为什么把他拽上呢 因为武当剩下这些 不管是太乙秦仆二三世 还是武当纯阳剑 还是什么武当七星剑 还是武当那些其他功法 都远不如那三家权术 这么系统 这么有文化内涵 所以他不攀上这个 武当这派就要散架了 就没有一个核心 他得把他弄得玄玄乎乎的 得把这历史渊流什么什么 使自己这派别像哪样 总不能说那是虚幻的 虚拟世界里的这武侠 落到现实当中啥也没有 很多人精力 根本不放在研究本门工法上 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 这不是武术 这是生意 所谓的武侠文化节 有不少人是想从这里挖出钱来 当码吧 这是 你比方说美化自个儿老祖宗 我说几个简单的你就知道 你看这个一般练武的过去 没多少钱 没什么文化 他起的名就很有意思 你看杨露禅 杨露禅 这杨人太极老祖宗 露是露是的露 你看细风引露 多风雅 根本不是 杨露禅的露是福露受洗的露 禅是禅宗的禅 什么意思 就是辈辈做官的意思 说白了就跟他叫杨昌发 杨有才 一个道理 土名 但弟子为了美化的 给他改叫这个露禅 刑一权老祖宗李洛能 什么李洛能 就是李老农 李老农是多难听 就改成李洛能 洛阳的洛 能量的能 这是美化自己 但有的呢 武术界很忌讳 说谁打赢了谁了 现在都不敢动手 君子动口不动手 所以他得编一些故事 要让说这个杨氏太极 跟这个董海川八卦掌 说两个老祖宗啊 杨露禅 董海川 在苏王府交拳时候 俩人动过手 动过手 董海川游身八卦掌 啪一掌打过去了 杨露禅 空来个墙上挂画 贴墙上来 这拳就打空了 可这一掌打过去 把柱子都劈折两段了 这故事什么意思呢 董海川八卦掌真厉害 可是没打着杨露禅 俩人旗鼓相当 这么一边 两派皆大欢喜 咱俩老祖宗绝太双交 你好我也好 所以现在这个武术传承 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无奈 我们怎么样传承老祖宗的好东西 武术有好东西 怎么传承 应该是刻苦的修炼功法 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 传授下去 而不是天天在那直接冻嘴皮子 天天考证 我老总多厉害 你看现在你翻开任何武术杂志里 关于个武校广告 可笑的教什么都有 教授的全法有降龙十八掌 有岸然销魂掌 劝封扫夜腿 还有说我这个派别传承了什么什么 都是武侠文化下来 干啥 就蒙些个没文化没见识的人呢 所以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 是奉劝电视机前的 还对中国武术抱有浓厚兴趣 愿意把中国武术发扬光大 千万别信那个 所谓奶油门派 这个掌门那弟子跟你捶 我们多厉害 把武侠小说 把金庸梁雨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